O O B B B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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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鎮涛他身高很高 然後再加上他的外型非常的... 非常的性格 所以說那時候當台灣的觀眾 藉由這部電影看到朱鎮涛的時候 是眼睛為之一亮 我唯一大眾公司簽約的一位演員 莊振涛英文名字叫做Candy B 所以他的朋友都叫他阿B 16歲那一年以同工身份在夜總會擋工 每個晚上他戴著一頭長長的假髮登台唱歌 1973年譚詠麟組了溫娜樂船 找了阿B來擔任主唱 一出道就大受歡迎 演唱了很多筷智人口的歌曲 1979年导演李行正在筹牌电影《小城故事》 因为固定的合作班底秦汉无法挪出档情 男主角人选迟迟无法拍板定案 钟任陶他透过了甘地的介绍来到了台湾 他想要争取这个角色 当年温娜无虎之意的钟任陶因为唱摇滚 所以留着一头长发 这个造型和理型的想法有很大的落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李行希望男主角的个性应该带点土味 所以要求阿B要把他长发给剪掉 李行他把一个时髦香港青年人变成一个纯仆的台湾青年 我在等你 我知道有一天你会回来的 叶华 一个坐过牢的人 跟没有坐牢以前是会改变的 看他那样子 要演一个陆港的一个年轻人的话 总是还是有一点有打个问号 我就把他的头发给他撩起来 一撩起来以后 没有头发光看看他面孔 那个面孔看上去并不是那么阳派的 不是好 要踢到 踢了假如我认为不合适 你去回去啊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要给你先把头发落发 其实我是吓他 钟振涛搭机飞往台湾要拍摄的小城故事那一边 正巧碰上了台风来小区 飞机无法降落又折回了香港 这个波折让钟振涛心里有些犹豫和肘蜂 他即将面对的是一个以严格著称的大导演李行 为了拍这部电影 他甚至要把一头的长发给剪掉 想到这个地方 钟振涛甚至一度心酸掉下了眼泪 那剪了头发 那就试造型啊 然后他都很满意 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酒店呢 我就自己在哭啊 因为实在是太不习惯自己没有头发了 我温暖五谷的时候刚出来就是出名的其中一个就是那个造型 你看你可以叫现在F4全部剃了头会变成怎么样 小城故事获得当年金麻雀一家影片 女主角林凤娇也摘下了影后的后怪 至于演唱电影主题曲的邓立军 则是和钟振涛传出了一段若有四五的恋情 两个人经常一起登台作秀 电话热线 无话不谈 钟振涛和邓立军的爱情故事没有继续发展下去 我在事业上继小城故事爆红之后 大导演李行 他率先将穷鸟的原著改编之后搬上了大萤幕 男主角就是他的得意门生钟振涛 钟振涛在当红之际同步也推出了国语专系 他的知名度大开 他算是当年少数进攻台湾市场 而且成功走红的港区之一 工作几乎占却他全部的生活 而他的朋友和亲密爱人也几乎都跟工作有关 我们的工作人员对我的特别好 有一些埋伏是我都不知道的 好像我的裤子里面忽然就有一个暖包 为什么我的裤子会温温的呢 那我穿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钟振涛穿梭港台两地 在影视隔三夕多元的发展 形象健康新兴 尽管人员不错 但人不免人哄骑 1983年他拍摄电影表错七日情的床戏的时候 传出了有人在拍片的现场 偷偷拍了钟振涛露臀的照片 在拍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次在片场有人好像拍下了他在拍这个床戏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清凉的镜头 我应该讲说他讲白领就是他的那个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有拳头还是这样 虽然电影没有剪出来可是在片场是这样子 那他的屁股就被拍到拍到这样子一些照片 那就是有传出说有人想要把这个照片啊就是外扭出去 让他一度很担心 因为他觉得说我的电影不是要让观众看我的屁股 是要让观众看到我的演出嘛 所以他那时候就还蛮担心这件事情 不过后来好像我被一个女制片给拦截过那个照片 在香港的发展遇到了波折 十多年前钟振涛回到台湾拍摄连续剧 依旧受到台湾观众的欢迎 不同的是当年的大男孩已经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 我怎么会舍得 看你为情伤心 为爱所夸 你难道看不出 我在苦苦压抑 忽苦追回 拍过了将近百步的电影 戏约最多的时候手边同时有五部戏在嘎 钟仁涛他拍戏拍到的昏天暗地 没日没夜 当时拍很多都是文艺片 试过有些戏 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比如说你这个镜头这样对着我 我来我来演戏 然后女主角就这样抱着 抱着 然后我就在那边演演演演 女主角就在那边 然后反过来镜头反过来 然后女主角在演在那边哭得死去活来 我就 钟仁涛从以来他只演过一次坏人 其他都是正面的角色 他曾经告诉媒体 他喜欢拍喜剧 让人开心的戏 而至于发生在他真实人生当中所有的不愉快 他一点都不想再提起 其实我去年出过一本自传 有很多事情我都已经把它记下去了 就比如说不必要的我就不要再提了 就算了 所以我都是比较报喜不报忧的 回头看看来世路 对你错话都满足 就算起起落落 只要不忘此生 走才慢慢越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